附訓六小時後 黃珊珊離開北檢神情 一派輕鬆 隨後更在臉書表示 判檢調能盡速查明真相 原本在週三就要約談 黃珊珊卻稱碰上重要議程 改期到週五 反倒是讓陳佩琪 先在週四應訓 但他卻改了時間 讓陳佩琪先接受約談 那他後續掌握狀況 如果是陳佩琪 我會覺得說你怎麼這麼陰險 但距離柯文哲被羈押 至今時間超過兩個月 北檢被質疑 傳喚動作實在太慢 此刻要從黃珊珊身上 取得有用證詞 恐怕為時已晚 在柯文哲第一次 五寶這個出來的時候 那大家有沒有記得 他們都去黃珊珊的家 那有沒有可能有這個 已經做好串貢的行為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 更爆料早在黃珊珊 擔任議員期間 審慶金就曾經為清華城 百分之五百六十容積率 找上黃珊珊 再加上三次關鍵便當會 黃珊珊皆有出席 不可能沒有角色 扮演了律師聰明絕頂 可以專法律漏洞的這種角色 讓他自己在所有的文件上面 沒有留下資質伴語 但是他的角色卻是 至關重要 如果沒有他 我甚至認為 金華城的二十百百容積 都不可能成功 我想檢察官應該也很想 早一點約談他 可是文件上面 都沒有任何字喔 要約他真的是很困難 金華城避案延燒兩個月 唯有黃珊珊至今仍是證人 而非被告 是清白之聲 還是守法高明 有待檢方釐清 記者董景瑞 蔡秉庸 台北三文報導